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在每个礼拜天晚上6点到8点准时收听飞碟 有完没完 我是胖小子 我是罗豪 首先带来的歌曲来自于橘子新乐园 Orange Range的琉球之风 接下来就要进行我们的日本 有完没完 信じることを諦めた夜 これじゃダメだと決意の朝 そんな日々の連続の果てに こんな素敵な景色がある 声を枯らして届ける想い 瞳閉じて祈り捧げ 閉じた羽を広げる 僕らが風になろう 悔しい涙も 嬉しい涙も ほら君と共に分かち合おう 魂で繋がろう 青い空に誓え 限界のその向こうへ 今巻き起こせ 琉球の風 今からでっかい世界大便 動きでも絶対また最近 最前線必ず届けるこのメッセージ 走りに行けろ 転んでもここまで来たの 駆けに行けろ 振り返れば皆の笑顔 夢見ていた少年は いつのまにか少年は 戦う度に泣いてた でも暇を描けてた 輪になる明日へ抱き立てる 大空まで羽ばたけ Try again 肩を濡らす大粒の雨 希望が霞むそば仰いだ 苦しいはずなのに笑顔なの なぜ? 僕から聞こえてくる声 君の叫びは雲を切り咲き できる声 望みが震撃ってきた 4あたし 雪の雷が震え 暑い光は震え 限界のその向こうへ 今 巻き起こせ 琉球の風 今 巻き起こせ 琉球の風 今 巻き起こせ 琉球の風 今 巫神本 当地的文化 它也有日本的文化 也融合了美國的文化 所以在裡面看到非常多的文化融合在一起 而且非常多觀光客 這樣子CP值很高啊 去一個地方可以三種享受 可是我對美國還好 你真的很難想出耶 而且因為我們是搭樂陶航空 然后我们第一天的飞机是从 我们是台湾出发是晚上6点05分 超晚 然后到日本预计是8点50 但其实有提早 我们大概8点40就到了 然后呢 我们一入关的时候 完全没有人 只剩我们那台飞机 空荡荡 所以我们非常快就进去 而且因为我跟我朋友 我们就都是手持行李而已 我们没有买任何托运行李 没有加挂 对没有加挂这样子 然后因为我们有两个朋友 已经在那边等了 我们就跟你们相反 我们是三个男生一个女生 然后我们是三个女生一个男生 然后其中有一对是夫妻 我们也是这样子 那他们那对夫妻 他们已经先去了 然后所以呢 我们就是结束之后 我们就是赶快到了机场 然后坐上了计程车 然后我们就招计程车 然后里面是一个伯伯 然后他的车上没有任何的导航 哇 所以我们就有点用 鸡同鸭讲的在讲这样子 就说 ここで ここで行きます 然后他就是请我帮他开地图啦 因为我有听到起死 就是地图的日文 起死 对 然后就是 学到新单诸 然后就是那个 不是Map啊 哈哈哈哈 然后就起来看 然后他就拿那个 那个放大镜 哦哇哦 然后就开到了我们 到了目的地这样子 我们这一次住在的呢 是在冲绳的 有一家叫 我还在讲东京 哈哈哈 那家叫做 Prince Smart Prince Smart 对就是王子司马特 王子聪明 反正就是类似啦 对 然后就坐在那边 他距离就是 冲绳很热闹的国际通 走路大概是十分钟左右 哦 而且其实我们在那边的价位 其实算 我觉得是蛮便宜的 嗯 因为我们透过 阿古达订 然后我们一个人 每个 一个人不到一千块 一个晚上 哦哦 然后他还有复早餐 哦哦 他的早餐很棒 是因为他的旅馆楼下有 他们自己的咖啡店 嗯 然后呢 早上你只要凭着房卡 嗯 你就可以换一杯饮料 跟一个他们有热狗宝 或者是那个鸡蛋沙拉宝 然后或者是你要生菜配面包这样子 嗯 就一种 然后你就吃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去玩了 你可以换一个套餐的概念 对 那我跟我朋友呢 我们到了我们住宿的地方 大概是九点半左右 嗯 就半左右 然后他们就下来会合了 我们就四个人 我们就用走的 我们就走到我们的第一站 第一站 第一站就是国际通屋台村 是的 其实呢 那国际通商店街 他其实是冲水很热闹的一条商店街 那晚上呢 其实还有一些店家会开着 嗯 然后有充满吃饭的人潮啊什么的 那他这个屋台村呢 就是在国际通商店街里面的巷子里面 嗯 对 他离那个单轨的木制站走路 其实蛮快的 嗯 大概五分钟左右 嗯 那屋台代表 其实就是日本的路边滩啦 对 那他就是一个路边滩的集散地 嗯 是 对他其实分成三个通道 但其实非常快 你走一圈大概不到十分钟 诶 非常快 然后所以其实我们到那边的时候呢 我们就在拍照 嗯 然后就听着熟悉的声音说 要不要帮你们拍 哈哈哈 很多台湾朋友 哦哦谢谢谢谢谢谢 哈哈哈 就就其实那边都是台湾朋友 你知道 几乎都是台湾朋友 我可以想像 对 然后我们就绕完 我们就找了一家 因为其实太相近了 每个都是卖酒啊 然后卖一些串烧啊 然后卖一些料理啊什么的 大同小异啦 对 然后我们就选了一家店 嗯 然后这家店呢 其实那个中文字叫鱼 他就是一个女 一个鱼一个鸟 他也叫 也念鱼吗 对 他中文念鱼 可是 对 他叫做 然后呢 其实我们在那边 我们就点了 就当然是点 他们最有名的 欧远啤酒 对 但因为我们都没有开车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只喝酒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 没错 那我们就看了 我们就看了菜单 那当然就是看到 诶有综合烤串 我们就点了鸡肉串 综合鸡肉串 那他就是有 鸡皮啊 鸡蒸啊 然后鸡软骨啊 鸡腿肉啊 这一类的 都是必点的东西啊 对他就是 他就一份 然后十串 我们就想说 好吧 我们就稍微吃一点点 对 我们再去吃其他东西 这样子 我们就点了一盆海葡萄 哦 可以吃到海葡萄 非常多海葡萄 超多的 海葡萄的海味真的很重 嗯 然后我们就沾着 就是他弄的那种酱油 然后就冰冰的 然后吃这样子 对对对 非常的解腻 是 然后我们还有吃一个是阿谷猪软骨 倒冲绳是不是一定要吃阿谷猪 对就是他们那边盛产 他们那边的猪养殖的品种就是阿谷猪 嗯 然后所以其实都会吃那边的猪 那他的软骨 其实我觉得他非常的软 非常的顿 对他顿的就是你几乎 你几乎不用用力就可以咬下去 哦 对然后就是其实他有点腻啦 哦 他就一整块然后有点腻这样子 所以吃了猪骨骨鸡 吃了猪软骨再吃海葡萄 其实蛮紧密的 哇很搭很搭 对他们那边就是不管是在名产店 嗯 在什么地方 你都点的到海葡萄 或吃的到海葡萄这样子 对我觉得蛮特别的口感 嗯 但如果你很怕海的那种有点 微心的味道的话 你可能有点怕 应该不到心吧 我觉得是海味 就是那个海味 是不是有点枣类的味道 有一点 对对对 就是可能跟海带比起来 那口感呢 是啵啵啵那种感觉吗 有点啵啵啵啵啵 对啊就是很小颗的那种 就是你把葡萄然后缩小大概100倍 好像50倍 缩小的 就变得很小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这样吃 因为我记得海葡萄其实不多地方有 应该就是冲绳 然后台湾可能澎湖吧 对对对 就是可能海岛或靠海的地方才会 因为它是一种藻类 对然后我们吃完了商店街之后呢 其实我们第二站我们去逛了唐吉赫德 很快就拍逛了 我们一开始有经过就哇唐吉赫德 我们想说那之后再来逛好了 但我们就走经过就想说 不然先逛好了 看一下有什么东西可以买 对啊先物色一下 对那冲绳呢国际通的唐吉赫德 它一共有五层楼 从B1到四楼 对然后我们大概逛了一个小时以上 我们就边看这样子 那其实呢 因为像冲绳它非常有名的就是 Orient的啤酒 还有那个S.P.A.M. SPAM的餐肉 对 午餐肉 对 非常有名 它在那边就有非常多的周边 像是衣服啊 帽子啊 对对对 这一类的然后毛巾啊 所以其实呢你去冲绳的时候 你会看到非常多路上的人 都穿这样 不是穿着Orient的衣服 就是穿着SPAM的衣服 对 这就是这两种衣服 然后就很多人在穿 对 你看那是观光客 大概就是你到墾丁 一定要买个比如说海滩裤啊 对对对 花衬衫的那个感觉 我本来想要买拖鞋 但因为我发现日本人脚很小 我在唐吉赫德 或者我没有看到就是 我size的佛鞋 真的假的 想说怎么会没有 还是已经全火大家都买光了 也有可能 对啊 那代表他出那么小 那么多小的干嘛 可能观光客的脚比较大 有可能 不知道 对那一楼呢 其实因为其实我们逛一逛 我们1234楼其实就逛很久 我们根本没有去到B1逛 B1比较多的是像生鲜类的东西 对 有一些零食啊什么比较多 那一楼呢其实就是土产 嗯 然后泳衣户外用品这一类 所以他土产非常的多 你可以去那里找到非常多 你在冲绳的商店都可以看得到的东西 很集权 你在糖尸喝的都可以看得到 你说有一个炮肾 对炮肾呢是冲绳当地才有的酒 哦 对然后他们他们的名字叫炮肾 对 是应该是烧酒类的一种这样子 他们还有蛇酒 对泡泡蛇在里面 他们就是泡蛇在里面 哇 然后他们也有出那种蛇酒的啤酒 就说可以恢复疲劳这样子 但蛇没有泡在里面啦 对对对 他就是用蛇酒 然后就是可能加一点点脆植物在里面 这样子 对那路边呢也有卖就是蛇酒的Shot 哇 他就是给你一缸你就看到华西街那种 就是一个啦 然后他就给你 你买的话他就给你一个小杯子 你就Shot掉 然后就Shot掉这样子 天哪 对好可怕 我没有喝我觉得这我真的没办法 我朋友有喝 他觉得喝起来就像Takira的味道 哦真的假 对就是 但我也没有喝 所以我也没有办法明确的 到底知不知道到底是那个味道这样子 对 带大家自己去尝试 对 然后二楼二楼呢就是彩妆文具这种 我们就我们就一下就过去了 三楼就是玩具 然后衣服鞋子这类 我们玩具待比较久这样子 那四楼呢其实就是免税的地方 哦对 虽然他是说每一层楼 只能在每一层楼的柜台结账 真的哦 他是这样讲 但我不知道耶 因为我们全部买一买 一定要去做免税啊 对我们就 可是他 因为我也不清楚 到底我们是不是破坏规则呢 还是怎么样 但我们就买一买 然后只要拿到四楼去 对 对 因为他的他的手扶梯是在店外面 哦 他可能会担心这样子 我上次去大阪那一间 也是 对也是 对 就是他的柜台在右边 然后可是另外一边才能去搭电梯 对 对 然后所以呢 他的那个警告 那个警告的那个闸门啊 形同虚舍 走出来也不会叫 但你会看到有人在入口啦 有人在入口看 哦 就假如说你是直接走出去或干嘛的话 可能就会买兰柱 或什么的 对 我们就拿到四楼去 那就是一片很基本的 大家会买的 可能像 腰章类的 感冒药啊 腌啊之类的 嗯 对 但这一间的电器用品就比较少 哦 因为很多会卖电锅啊会卖什么的 但他可能像基本的刮胡刀啊吹风机啊那些 比较小型的还是有 嗯 对 我就这样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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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样一共在那边 大家买了大概一万六千多日币吧 你说一个人哦 没有啦大家 吓吓吓吓吓 只是我把大家总结下来 因为我是这次活动的财务长 哇 总务大大 对 因为上次有讲到那个 全支付 街口支付 然后还有国泰释华 他们去日本都有优惠 街口也有 街口也有 但街口现在好像比较多一点 嗯 对但街口好像也是你到日本 他就变得配配 你也可以使用 对对对对 那全支付也是 嗯 全支付的回馈真的是蛮多的 是不是 但他有一定的金额限制 所以如果你的 呃全支付用完的话 嗯 你可以想想看说 还是你要转成 国泰释华用 哦 你可以搭相互的搭配使用这样子 对 对假如说你就发现 诶我的 我的 全支付的点数 或者是回馈好像都用完了 嗯 你就可以给用国泰释华 对啊 大家可以自己来算算看 对就是因为这样子呢 所以我就说那不然 我先我先付好了 哦 对然后 就是再跟大家收这样子 嗯 我们就是每个人先缴 工费出来 对 5000块日元的工费这样子 对然后到后面不够再补这样子 嗯 对 然后第三站呢 我们就逛完堂吉喝得 我们提了大包小包的 我们就去了一家叫暖木拉面 暖木拉面 他号称是台湾人最疯的冲绳拉面 哎呦 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我觉得还好 哈哈哈 直接拆人家的台 老实说我真的吃完之后 因为我发现台湾吃的台湾很多拉面 跟日本的拉面 其实很不太一样 日本的拉面它是越简单 嗯 就是可能他就是一碗面 嗯 然后葱 嗯 跟肉片这样子 嗯 那台湾非常多 可能有海苔啊 有笋丝啊 嗯 有什么 就就有非常多东西 嗯 但也可能是搭配组合的问题 嗯 但我发现我每次在日本好像吃拉面的时候 他并不会那么多的配料在上面 嗯 对 但我觉得还不错 但如果我需要排队排非常久的时间去吃的话 我会选择放弃 嗯 对 那我自己呢 我是吃了他最基本的基本款 哎 所以你这次去这一间有排到对吗 完全没有 但 因为我们大概是零 他的营业时间 他到 他开到凌晨一点 哦 对 我们大概是十一点半左右去吃 哦 然后就没有人 我们就很顺利的就进去这样子 哦 那我朋友吃的呢 是葱末芝麻拉面 嗯 对 他就是满满的青葱跟芝麻 嗯 那他汤头呢 比较浓郁一点 嗯 就是有麻油香 嗯 那他上面有一个一小坨的辣酱 哦 对 然后也不会太辣这样子 嗯 那他呢 其实也会问你说 他也可以调整很多东西 像是面的粗度啊 然后面的硬度 哦 汤头的浓郁度 哦 要不要青葱 要不要辣椒酱这样子 所以有点像一篮 对 你都可以选择 蛮像一篮的 嗯 因为你就是在自动贩卖机投完之后嘛 哦 对对对 你就走到 对 你就走到就是位置上 做好之后 他就会给你就是 你的选择 对 你的选择单 然后写完之后给他 他就会拿过来这样子 嗯 那你吃什么 我吃最普通的就是一般拉面 一般的 对 一般的 他汤头也蛮浓郁的 因为他是以豚骨拉面为主 嗯 对 然后所以他的汤我觉得很好喝 但我那一天 我不知道什么 我没有把它吃完 可能因为乌台村 也吃了一点东西 对 但 Who are you 我们还有点白饭 跟他的一口饺子 嗯 对一口饺子就是尖嚼 我觉得蛮好吃的 嗯 我自己 呃 喜欢尖嚼胜过于 啊我想起来 因为你不是面控 对 我对 可是我对拉面 OK 我就是这么古猫的人 拉面 OK 阳村面 打妹 你知道他有多难相处 还好啊 我去假如说要约我去吃牛肉面 我说好啊 我可以吃水饺 或者是我可以吃干面 超熟 我自有出路 好的好的 对 然后呢 我们第一天 我们第一天就是吃完之后呢 我们就回到了饭店 是 回到饭店呢 当然呢 就一定要去的是超商啦 一定要的啊 对我们 我们住的地方楼下是全家 全家 对面是7 是 那我们顺路回来 所以我们就先去7 看看了 那既然到日本 一定要吃 焦糖烤布雷冰淇淋 对 这个是 Ohio Burley 对 的 Bur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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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雷 布雷的意思 Burley Burley 好奇怪哦 烤布雷 哦好对 好难念 真的很好吃耶 是不是 真的很好吃 那你有 你有那个 觉得很难搓吗 我用一般汤匙就 我 就他负责汤匙就那个 那我那个到底发生什么 可能因为我在冲绳吧 哈哈哈 还是有温差吧 比较热一点 可能我在冲绳吧 我就是用搓的搓搓搓搓 可是稍微放一下 你会发现啊 你上面很难搓下去 可是你有时候一搓下去 旁边的冰淇淋会溢上来 因为下面的冰淇淋已经化掉了 对 可是它的上面的焦糖 口感真的非常特别 因为它是比较厚 对 它是厚的 对 它不是一般你可能拿糖 去用烹枪炙烧的那种 它不是 对 它是一个饼的 焦糖饼的感觉 对 这个东西呢 我在第一天晚上吃一次 我在第三天晚上也再吃一次 是不是 好爽 在日本一定要大吃 对 然后另外要推的两个呢 是他们Seven自己出的 蜜糖地瓜 嗯 它也是放在冷冬库那边 对 超级好吃 这个我去我有看到耶 不然想拿 可是每周都觉得 哦太薄了 你觉得没有拿 哈哈哈 超好吃的 那个好吃 那其实你刚买来 其实没办法吃 因为很硬 因为它是要退冰 对 你大概放在室温 大概15到30分钟可以吃 哦 那我们是 你晚上买了 嗯 晚上就丢进 房间的冰箱里面 哦 放冷茶 对 然后你隔天早上吃 那个刚好 然后那个 它外面的蜜糖 还是保持的一个脆度 哦 然后咬下去 哦那个真的是好好吃到不行 你会发现就是它是内软 对 外脆 然后它其实就是你会有咔嚓的声音这样子 哦 然后它的蜜糖也裹得很平均很香 嗯 对它不会就是前面很多后面很少这样子 哦好想吃 超赞 突然为了这个很想要去日本 是不是 而且我那个回来之后啊 就是因为有一天比较晚 我待到晚上 我就跟同事在聊 我就跟他说这个一定要去吃 这个很很推荐 他马上把照片拍了 然后传给现在在日本的同事 哦对对对 对 对 一定要吃的 飞迪和飞迪菜尼现在在美 现在在日本 对 所以就传给他说 就是你一定要去吃吃看这个 一定要去吃 对 还有另外一个呢 是也是日本出的提阿米苏 嗯 也是Seven的 它这个提阿米苏 我跟你说真的不得 不得了 真的不得了 真的好好吃 怎样怎样 因为其实你一开始买来的时候 其实他你 我觉得你不用完全等到他软掉再吃 嗯 你稍微有点硬度的时候吃 因为他放在冷冻那边 哦 有点硬度吃就很像冰淇淋 会有点像冰淇淋口感 你会觉得越吃越软越吃越软 然后就把它吃掉这样子 哦哦 对 因为第一天吃的时候是我朋友买的 嗯 然后就跟他分着吃这样子 嗯 到最后一天呢 是我自己把它吃掉 你又自己再吃一个 哈哈哈 他是有饼干的吗 中间 哦 对 其实有点像是他因为一般提拉米苏中间的那个饼干啊 手指饼干 他会比较软一点 对 可是他是冷冻的 所以他其实会比较硬一点 你会吃到一点点的口感 就有点像是起司蛋糕下面那一层 对 嗯 就是这样子的口感 这三款呢超推 超推 你去日本一定要买 就是焦糖烤布雷冰淇淋 然后还有日本的蜜糖地瓜跟提拉米苏 这些呢全部都在冷冻柜那边 每一次进到日本的超商就会开始选择困难 我跟你说真的 每个看起来都很好吃 全部买啊 哈哈哈 全部买我跟你说 不要再选了 这个不全部买真的没办法 真的 对好那我们要先进广告休息一下 待会继续回来飞碟 有完没完 我是胖小子 我说好 欢迎来广告之后继续回来飞碟 有完没完 我是胖小子 我说好 继续进行我们的日本有完没完 对刚刚想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是去逛糖吉喝的吗 对 然后因为我们是三个男生一个女生嘛 是 结果呢我们都是都是男生在逛 女生在等我们 哈哈哈 就一直男生就供的 然后女生就说那不然我先去上面看一下哦 然后他就晃进其他地方 然后我们就在一楼然后就一直看很多 这一份要不要买 感觉很好看 怎么会是这个画面出现 可是帽子也很想买耶 我就是两个就一起买啊 还都先比较好的 我觉得那个女生好伟大 超越 我们每次去逛街我们就是逛outlet的时候 他都是坐在椅子上等 怎么会这样 我们去逛outlet他就坐在椅子上等这样子 然后他就是滑着手机然后就等着我们这样子 对 然后所以呢我们后面的行程到了第二天的行程 我们就开始 我们就其实排两个行程而已 嗯 对 然后呢 因为其实这一次在日本呢我也买了 我发现我买的东西给自己的东西比平常还要多 我买了非常多的零食 我真的假的 我买了很多零食 哦这个这个 哦是哦 我刚以为这个是原本就放在这里的东西 没错 而且呢他有推7-7有一个超好吃的饼干 是 这个 哪里口呢 它是这个葡萄莱姆饼干 夹心 对 跟这个应该是就是蜂糖奶油 哦 对 哎这看起来好好吃哦 我那天也是跟同事分享就是 因为就是有些同事是晚班嘛 他们在那边吃便当 然后他们吃完便当说 哎你要不要吃点 你要不要吃甜点 我就拿了很多就是东西给他们吃 最后拿出这个时候他们全部尖叫 说这个超好吃 真假 对他们说如果有开的话要给他一个这样子 好 因为他一盒 他的一小袋 因为他是塑胶袋 对 小塑胶袋 然后他一盒里面有三个 嗯 所以我们各吃一个之后 另一个要留给另一个同事 这样子 好好好 好我们就边 我们就边吃好了 突然进行开箱单元 哦他是 有小包装 哦他是小包装 哦好棒哦 很贴心 好棒的日本人 很不环保的日本人 日本人 日本真的是东西超级多 做的很简约耶 对啊 蠻喜欢 他其实他其实是有点软的 嗯那个饼干体 对 是比较松软的那一种 对他叫 看照片啦 雷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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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雷辛那個葡萄干 葡萄干叫雷辛哦 对对对对 雷辛 哦雷辛 哈哈哈 奇怪 你要跟你的英文老师道歉 嗯 没关系 哈哈哈 他不会计较 对 有点难开 好难开哦 好我成功了 你被打开了 好香哦 就是那种 好香那个莱姆 莱姆酒的味道 好明显啊 这个就有点像你去吃某些冰淇淋有的口味 对 卧瑣 Live 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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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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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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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нал feel 它這個酒香味很濃 因為其實我本人是不太愛葡萄乾的人 可是這種我會吃 我有點難搞 是不是 難搞 混合的其他東西你都可以吃 那冰淇淋的話呢 就是這種口味的可以啊 萊姆酒 萊姆葡萄 就可以 我們真的是每天晚上去逛超商吧 超商摸得熟透透了 每個角落都不放過 我們每天晚上都在吃超商的宵夜 我們就是會先到了飯店之後 我們說要不然大家去洗澡好了 洗完澡我們約個時間再出來這樣子 好啊那約兩點半 好幸福 好啊兩點半 半月兩點半 我們走出來 不愧是年輕人啊 然後我們就是我們三個男生 女生已經睡著了 你們是自己三個人去玩的吧 沒有 她說她不要來 她說她要睡覺 她說她才不要 然後我們就去逛 她的潛台只是是 才不要 我剛剛等你們逛間就等那麼久了 我們也有陪她買東西 陪她睡覺 對 然後我們就是 我們就都會去超商逛 這樣子 甚至我們到了那個 A.E.O.N 永望 永望它那邊有一個 那個 Mixed Volume 就是有點像是24小時的超商 嗯 我們就走去逛這樣子 對 他們真的非常多東西 但我們就是晃一晃而已 你不覺得去日本玩的定番就是 回飯店休息前一定要逛一下超商 然後超商去一定要看甜點跟泡麵 然後再拿一小罐飲料 牛奶之類的 喔對 對 就是必喝 因為日本牛奶太好喝了 對啊 這真的沒辦法 真的是一定要有這個套裝形成 對 很難錯過 好 我們就邊聊 然後等一下聊到一半 我們再來開 開東西給大家吃這樣子 給大家吃喔 對 再來 所以到了第二天 欸等一下 我發現不行 我必須要先把嘴巴東西搖 我怎麼放下 好 我們再來聽這首是 夏川梨美 非常經典的沖繩歌曲 這首歌叫 我們先來聽一下 我先吃個東西 欸 那我們先開這個好不好 好啊 我們先稍微吃一下 這個是Sugar Butter Sand Tree 我們在大家聽歌的時候我們先吃一下 等一下比較好跟大家講話 好 發現剛剛那一段都是嘴巴的聲音 欸 他的這個好可愛 包裝 是不是 好可愛 好可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ささやかな幸せは 歌方の波の花 宇治の森で歌った友よ 宇治の下で八千代の別れ しまう太陽風に乗り 鳥と共に海を別れ しまう太陽風に乗り 届けておくれ 私の愛を ゴミオウチ 宇宙よ 神よ 命よ このまま永遠 永遠 閉嘴よ 風に乗り 鳥と共に海を歌え 閉嘴よ 風に乗り 届けて 遅れ 私の涙 閉嘴よ 風に乗り 鳥と共に海を歌え 閉嘴よ 風に乗り 届けて 遅れ 私の愛を 很開心 Enjoy the journey 郭文さん ちゃんとにいて楽しみに 餅乾嗎? 不是 Sugar Butter Sand Tree 那應該類似 因為它的餅乾體是非常 有點像千層 它非常脆 酥酥的那種 中間的奶油其實是 鹹奶油 所以它 這一款吃起來 沒有剛剛的萊姆葡萄餅乾 還要甜 然後吃起來非常順口 對 我兩口都吃完了 好好吃喔 超好吃的 超喜歡這個 真的有去日本的朋友們 一定要去買這一款 一定要買這個 對 我要趕快傳給現在人在日本的同事 然後我跟你說 我們又 因為 我們那個女生朋友啊 她就在網路上就說 就是欸這款餅乾很好 就是我現在手上拿的這一款餅乾 很好吃 問我們要不要訂這樣子 但我們還沒有回她 她就說沒關係 我先幫你們一個人訂一包這樣子 因為它其實它是寫 一家天 它很像是用魷魚的魚漿 然後做成的餅乾 魷魚天婦羅 然後它是 賴戶內海的檸檬口味 對 檸檬味 對 然後呢 它就是魚介類的加工品 我 一開始想說 檸檬的可能OK吧 如果我本來就不排斥 一吃下去 哇賽太好吃了吧 這個東西 你知道 剛剛胖胖一拿出來 又跟我說 我跟你講你先拍 你先拍起來 你等一下吃了你會跟我拿包裝去拍 你聞這個味道 我來我來 唉唷 很香 其實我覺得它反而有點泰式的感覺了 它的那個檸檬味 檸檬超香 它檸檬很香 而且它餅乾很脆 對 它看起來就是那個甜不辣餅乾的造型 有點像是 很好吃欸 是不是超好吃 天啊 這個怎麼可以只有一包 是不是 我那個時候 我就回來 我就吃完 我就傳訊息給他說 我就是 欸我真的覺得這個可以囤貨 呵呵呵 因為它就 它那個粉 它那個粉 對它那個粉 檸檬的粉 它偏酸酸 嗯 可是它那個香味再更明顯 對 檸檬香 對它那個檸檬香 然後跟那個魷魚 魷魚的餅乾的味道 非常搭 就是你一入口是那個檸檬的香氣 對 然後再來那個酸味出來一點點之後 你再搖一搖的那個 炸物的香味 對 再來就是那個魷魚的海味出現 對 真的很好吃 我那個時候 好好吃喔 拿來 我那個時候 就是那天晚上 我就開了一個家的同事吃這樣 他們馬上就跟我說 他們也要拍 然後在蝦皮上也有賣 大家如果真的喜歡的話 就是台灣其實也可以看看 有類似的東西這樣子 很好吃 對 我真的是那個時候說 不行我要把它關起來 不然我一定馬上把它吃完 因為它很貼心 它是那個夾鏈袋包裝 對 但我覺得應該不太需要 應該 一口氣就可以吃完了 一次一包是沒有問題的 對 但我因為它是 我朋友是先在網路上訂 然後去沖繩機場那邊拿這樣子 好方便喔 真的很方便 現在越來越方便了 你在日本可以買到非常多不同國家 不同地區的東西這樣子 好我們來聊第二天的行程 好的 我剛剛其實空檔的時候 跟胖胖說 你這個齁 對沖繩的愛意實在是明顯的不足 沒有那麼足這樣子 對 等一下再跟大家說為什麼那種感覺 好的 所以第二天你們就租車了 第二天我們租車 那這一 因為其實沖繩有非常多的 就是租車的地方 對 大家可以看看說租車跟還車的點 那是不是在你住的地方附近這樣子 它是可以那種假租以還的嗎 有些店家可以 那我訂的這一家 ORIX RIX 它可以假租租以地還 不過它沖繩機場還的點 在沖繩機場附近 但不是在機場裡面 在附近 所以你必須還完車之後 要搭它的接駁車到機場去 要大概再花十分鐘二十分鐘 但還有接駁車還不錯啦 但是我覺得非常麻煩 所以呢我們就決定 我們就租兩天的車就好了 我們最後一天我們就不租車 我們就是去 我們等於就是最後一天 我們把行李先寄放在旅館 然後我們去國際中晃一晃之後 回來拿行李 直接坐檢車到後 就跟你們第一天抵達的方式是一樣的 這樣我們少租了一天的車 然後也少了很多 也多了很多時間可以逛這樣 所以大家可以斟酌一下 你有沒有用車的需求 還是看你的行程啦 對像我們的行程 像我們第二天我們就去了波上宮 波上宮就是在海灘附近的神社 那他其實身為琉球八社 琉球八個神社 他是第一名的波上宮 那在琉球亡國時期的時候 被尊稱為當國第一神社 是當地人的信仰聖地 那也是琉球八社唯一靠海的神社 那跟納霸港的往來船隻就是互相對 有點像是媽祖的概念 對我剛才也是這樣想 海上守護神啊 對那種感覺 對然後所以呢 許多漁民都會在這裡祈求一路平安順利 這樣子 他的御守很可愛耶 是書包御守 這是他最特別的御守 就是包包的御守這樣子 是保佑交通安全的 對然後就可以買 就是你可以掛在包包上面 它還有鑰匙圈 非常的實用 對然後下面如果是 下面是海灘嘛 可是你海灘沒有辦法拍到完整的 那個波上宮 你必須從他旁邊的高速公路上面 你去拍 才可以拍得出來非常多 就是很多人波上宮的照片 喔所以是有個拍照點就對了 有個拍照的點 那你們有去嗎 我們沒有 但是我們是到回程的時候 有路過 經過才發現 欸波上宮耶 就是這裡可以拍 對還來不及就是手一拿出來錄影 錄到一小段 就走了 OK 就有點小可惜 所以大家可以先做做功課 對大家可以先做功課這樣子 是的 然後呢再來第三站呢 其實這個地方呢 他就說木崗五八市場 這地方其實是經過而已 就是我們要去美國村的路上經過的這樣子 是什麼樣的市場 魚市場 它其實就是大超市 就是大超市 我們就是開車有點累了 然後想說坐下來休息一下這樣子 對然後就到了那邊 休息站 對休息站 然後就是去那邊晃一下 看到很多吃的 就覺得哇好興奮 然後又買了很多東西這樣子 對 就是一個小中繼站的感覺 然後呢我們開車開車 我們就來到了美國村 是的 美國村還有非常多 我們在那邊吃的很多東西 我們先進廣告休息一下 待會再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美國村到底有什麼好玩跟好吃的 是的 我是胖小子 休息一下 待會繼續回來 歡迎在廣告之後繼續回來 飛碟 有完沒完 我是胖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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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剛剛上一段呢 我們聊到 聊完了就是 我聊到哪裡啊 第二 瞬間失憶 第二天的行程 是的 一開始我們去波上宮 就是靠近海灘的那個神社 對 然後也是琉球巴社之手 嗯哼 然後之後說到了一個超市市場這樣子 嗯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就抵達了美國村 對對對 但其實這幾天的天氣 一直都沒有很好 就是毛毛雨 嗯 但我覺得日本的雨好乾淨喔 就是 你不覺得嗎 是不是 嗯 就是應該是說 你滴在身上 它並不會覺得你 你不會讓你覺得有濕濕黏黏的感覺 對啦 好特別的雨喔 希望台灣可以引進 可以引進日本的雨 你不覺得嗎 在那邊公開 像那個 像天氣 像老天爺的海話 飄過來一點 飄過來一點 北台灣有一點點雨就好了 對 此人以風 哈哈 而且因為就是我們的群組裡面啊 然後就是之前那個明日紅話 就說有人還在日本嗎 對 然後我就說我心還在算嗎 哈哈哈哈 這是還沒回來 真的耶 對 好那我們到了美國村呢 其實主要就是想要感受一下美國的風情 嗯 哈哈 你這句話講得很勉強 為什麼我要去日本感受美國的風情 但其實是因為就是美國美軍有住軍在那邊 所以那邊其實都是美式的東西 是的 很美式然後有非常多的塗鴉 然後非常多 全部裡面都去賣一樣的商店 哈哈哈 欸我跟你說 不誇張 有三四間店風格都是一樣 裡面賣的東西一模一樣 那價位呢 一模一樣 哈哈哈 確定不是飯店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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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就是要讓你過了這個村還有這個店喔 對 好我們先來講一下比較自私的東西好了 我們這邊有查到就是 沖繩美國村必吃必逛的攻略地圖 喔這是你查到的 這是查到這不是我打的 喔 哈哈 你覺得是我打的嗎 我以為就是你有 沒有我有稍微就是 篩選一下 看一下 好的 對然後因為這是在那個樂吃購網站上面 就是看到的 因為我就在找嘛 就是找說美國村 因為其實我是找一些吃的 對找一些 因為像美國村有很多 我們去吃了很多 像是 ポータマ 就是 ポータマヤキ 喔 那個豬肉 對就是豬肉蛋飯團 然後我們也有吃到 Blue Seal的冰淇淋 然後還有就是 Benson's的那個熱狗堡 然後還有塔克餅這樣子 我們吃了很多 所以我就上網找了一些想說 有沒有找到相關資訊 就找到一篇 他就教我們怎麼逛美國村這樣子 你回來了才會找公園 對 欸對耶 什麼意思 因為我們那天其實抵達美國村呢 大家想說好那我們現在要 吃什麼 我們現在要吃什麼 然後就說那不然先去吃飯團 好吃飯團 然後就是 想要吃塔克飯 好塔克飯 想要去哪裡 我還好你們找就好 好隨性 就是我跟著你們走 你們想去哪裡我們就逛哪邊 這樣子 因為我們那天其實只排兩個行程 就是 波上宮 跟美國村 我們本來想說 美國村如果逛完了之後 還可以去其他地方晃一晃 美國村逛到大概四點多 我想問一下美國村的 到底多大 美國村其實它算是一個區域 它大概分成四個 現在是三個區塊 也算是三四個區塊 因為其實它真的大到 其實我們只逛一個區塊而已 真的啊 我們只有逛到它的那個 Depart Island 就是比較靠近海邊的那個地方 對 它比較海邊那個地方呢 其實就是比較多賣吃的 像我剛剛講到的 Blue Seal的冰淇淋或者是 豬肉丹飯糰 這一些都是在 Depart Island那邊 對 然後另外呢它還有一個 就是America Depart 就是比較多的 像是美式的服裝 哦 或者是沖縄的 沖縄的 沖縄的店 嗯 對那那家店呢 沖縄屋 等於是你在 你在美國村 在那個國際通 等於算是一個 商店的感覺 它的名字都是長的樣子 嗯 對 然後我們大概只逛了 這兩個地方而已 嗯 然後像 它之前有摩天輪 但已經拆掉了 然後還有一個 勇望的購物中心 這個我們就沒去 對其實我們只有逛兩個地方 還有很多地方 其實我們沒逛到 嗯 對它還有很多像 電院啊 保雲球館啊 之類的 對那其實分成 像我們剛剛已經講到 兩個區域了嘛 一個是Depart Island 它就是比較偏向是 濱海區 嗯 那它也是 它其實算是 景觀蠻漂亮的 走起來很舒服 你就覺得真的是在 美國街區的那種感覺 很度假的感覺 對 而且像我剛剛講到 那個Blue Seal的冰淇淋啊 它到底厲害在哪裡 它是什麼冰淇淋 它非常多口味 對它是 你來沖繩 一定要必吃的美式冰淇淋店 嗯 而且它是濱海區的2 它在2樓 所以其實如果你坐外面的話 你是可以邊看海 無敵海景 對你可以邊看海 然後邊吃冰淇淋 嗯 你吃了什麼口味 我吃的是 因為 因為沖繩 像我們跟我們之前有講到 沖繩它有產一個 很像荊棘檸檬的 它就叫西瓜沙 西瓜沙 對它的口味其實就是 酸甜酸甜的 然後我還吃了一個鳳梨口味 它的鳳梨口味呢 其實加了一點點 我覺得加一點野奶在裡面 好熱帶喔 對野奶在裡面 所以吃起來你就會覺得 不會那麼酸 它有一點野奶的奶香 所以吃起來就是 甜甜的 它是那種甜桶的冰淇淋嗎 對 它的甜桶那個也很好吃 餅乾 然後拍照超好看 真的假 對拍照很好看 而且它其實它還有很多不同口味 像是蘇打那些 它就是做的 很繽紛 很繽紛 然後很像海的那個顏色這樣子 很適合沖繩 對非常適合沖繩 因為你的資料寫說 Blue Seal其實在沖繩有一大堆分店 對非常多 在國際通走沒幾步就有一間 關東關係也都有 對 這邊竟然寫說 他們的冰並沒有好吃到 要列為必吃 但是偶爾有不錯的限定口味 或一夜合作這樣 對 因為它之前也有跟皮卡丘合作 對 寶可夢合作這樣子 這我朋友拍的 很可愛 就是蠻繽紛的 就是拍照起來很好看 對 但它的口味相對起來 相較三一冰淇淋來講的話 偏少 對 但你可以在那邊吃到一些 可能像是沖繩特有的口味 像剛剛講到的西瓜沙 該不會有苦瓜吧 沒有這個反而沒有 你這次去有吃苦瓜嗎 有 我有吃苦瓜 我吃了 你是本來就吃苦瓜的人嗎 我吃苦瓜 我本來就是 而且因為沖繩其實比較多是三苦瓜 對 它跟台灣的苦瓜不太一樣 它是綠色的 然後比較細小條的那一種 那沖繩人呢 其實都是把它就是 一樣紙刮掉 切薄片 那像他們的豬肉蛋飯糰呢 其實 像剛剛講到的 Porku Tamako Onigiri 這一家店 它就是用苦瓜 然後裹著蛋液這樣子 應該是蛋包覆著苦瓜 然後做的像玉子燒那樣一塊 然後夾在蛋裡面 夾在飯糰裡面 夾在飯糰裡面 對 這樣吃 有聽說這個非常的著名 但我覺得 Porku Tamako Onigiri 這一家店的苦瓜偏苦 它這個的飯 它這個飯糰的苦瓜偏苦 比較苦一點 但是呢 我在最後一天 我們去吃了一家叫 J.E.F. J.E.F. 還是J.E.K. Je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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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ck Mary 等一下我馬上看一下 這家是 喔J.E.F.沒錯 J.E.F. 它是一個漢堡店 它是沖繩才有的速食店 它的苦瓜漢堡超好吃 苦瓜漢堡 它也是一樣 它其實就 它不會讓你吃整塊苦瓜在那邊 它也是感覺是混在蛋裡面 對它就是混在蛋裡面 混蛋裡面 它就是混蛋 混蛋 然後其實他們很喜歡加午餐肉 對 對加午餐肉在裡面 所以這樣吃起來 我覺得 如果你比較怕吃苦瓜的味道的話 其實如果你去Poke Tamako Onigiri的話 就先不用 謝謝 我覺得你可以嘗試看看說 它有一些像 美乃滋蝦仁這種口味 或者是炸蝦 另外一種口味 我覺得你可以試試看 那如果你真的想吃苦瓜的話 我建議你去J.E.F.先吃那個漢堡 沒關係啊 你是完全沒有嘗試 不想嘗試的那種 我不行欸 是因為它的苦味太重嗎 就它的味道 你完全沒有辦法接受 不喜歡 好吧 沒關係 我也沒辦法逼你 可以去吃別的東西 對其實他們除了苦瓜之外 還有非常 他們的豆腐也很好吃 喔 他們的那種 他們就稱為厚豆腐 厚豆腐 他們就是有些菜會就是 像是豆芽高麗菜那些 然後炒豆腐這樣子 對 然後就很好吃 滿健康的感覺 對 那剛剛也順便講完了就是 那個豬肉蛋飯糰 一怕阿倫上面的食物 它塔可飯喔 對 塔可飯 塔可飯其實我就沒有吃 對 塔可飯的話其實比較偏像 它就是飯 然後上面有點像是 義大利式的肉醬 然後它旁邊呢就是生菜 生菜跟起司 那有時候它會拿進去烤 有些不會 它就是一個比較清爽的 義大利肉醬飯的感覺 對 這樣講我覺得比較 大家比較能想像塔可飯 是一個什麼樣的味道 會有一些玉米餅玉米片嗎 那個飯裡面沒有 但他們那邊賣了非常多 就是你看到像那種 中南美洲的那種塔可餅阿 或者是那種墨西哥餅阿 那一類的 非常多 因為畢竟在美國村 所以在美國村呢 你一定看不到的是 豬排凍豬排蓋飯這些東西 完全沒有 是的是的 對 然後我們還吃了一個很好吃的 叫Benson's B-E-N-S-O-N-S 的美食熱狗寶 這個熱狗寶真的蠻好吃的 而且它也有賣 他們當地其實非常多的蛇酒 對 你剛剛前面有講 然後我朋友就在那邊喝了一杯蛇酒的Shot 是 對 然後喝下去那個 它是說味道有點像Takira 對 我就覺得 但我沒有試 我就覺得算了 這個我就 就先不用 我就不嘗試了 這個東西我的確是真的有一點點怕 但那個熱狗寶厲害在哪 它是牛肉的 對 它是牛肉的熱狗 我覺得吃起來很順口 然後它的外面的那個熱狗寶 它也有先烤過 所以吃起來會有點脆脆的 滿香的感覺 對 是很香的那一種 感覺很好吃 真的 我這一趟旅程我就是 一直吃狂吃吃到爆 以美食為目的 沒錯 就是吃到爆的那一種 爽吃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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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要先聽歌 來自於蒙古羅八百的歌曲 琉球愛歌 聽完這首歌之後休息一下 待會繼續回來 飛碟 有完沒完 我是胖小子 我說好 我遇見 人々よ 貴方の為 明日の為 全ての国よ 上目だけの付き合いだめて 忘れるなる宇宙の心 無く使わず自然を愛する 自分を捨てて 誰かの為 何かが出来る Baby あなた想い 一生が終わればいい 君の暮らしの中 間違いだらけこの世の中 責任たらい回し 子は親殺し 平気な顔 眩しくに見殺し 無力な自分 崩れる今 ああ 泣かないで 人々よ 貴方の為 明日の為 全ての国よ 上目だけの付き合いやめて 忘れるなる宇宙の心 無く使わず自然を愛する 自分を捨てて 誰かの為 何かが出来る いいイブディング podcast 乗ってくれるのも安心を痛め ため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欢迎来广告之后 继续回来飞碟 有完没完 我是胖小子 进入到我们第二个小时 是的 那刚刚在广告的时候 我们也进行一件 很特别的事情 同事们拿着蛋糕冲进来了 是的 在窝坏迷流的状况当中的时候 中午有点吃太饱了 他就冲进来 我想说 鱼罐好像看到有人开门 是要拿什么器材还是干嘛吗 对 人好像有点多 好多人哦 因为原本带着耳机 所以他们唱歌其实我没有听到 所以前面几句 你是没听到的状况 我大概知道 现在应该是在做这件事情 现在应该是在唱歌 大家有发出声音这样子 可是没有听出来 因为 大家不知道什么 那个声音也有点低沉 这一次 这一次庆生的组成的声音 比较低沉一点点 对对对对 第三步的人来了 对 但其实蛮多人的 我有点吓到 对啊 吓到我 对有点蛮多人的 感动感动 而且其实我本来就想说 刚刚第一段就是播歌结束嘛 因为其实我原本跟他们说一个时间 但因为我最后的歌太长了 对 然后他们就 他们就一直在 一直在后面那边 他们就一直 因为他们有点蜡烛 然后那个 然后后面是暗的 所以看得到那个蜡烛那边 然后他们一直会 不可以进去吗 然后我就 先不要先不要 先不要 等一下等我开麦在那个 然后我音乐一关下来 然后他们就冲掉 我就说 哦太早了 对但没关系啦 没有套好 谢谢大家 没关系 谢谢谢谢 生日快乐 谢谢谢谢 那可以再允许你再许 三个愿望 哦怎么那么好 对 但不知道我时间就顺了 你还是可以许啦 但真的是每次也都不太知道 要许什么 我觉得到后面已经是身体 就是 但就是 都一样 但也是最重要的 真的是身体健康 就是身体健康 真的真的是 很重要 对 尤其 因为我去年其实身体 有一点状况 然后最近都一直在努力的 复健啊运动啊 嗯 然后 有看你运动的很努力 看你跳舞跳的很大力 哈哈哈 有吗 你为什么不把跳舞的放在 你的WOW 3E里面 先不用吧 可以吧 嗯 没关系 新年新希望 我也害羞 我觉得我现在还没有到一个程度啊 会吗 对啊 我觉得已经很厉害了耶 我其实那些都是还在初级班耶 那我觉得已经蛮厉害的耶 就是应该是说就是 因为有些人 有些人跳的就是会软软的 嗯 但你跳起来是蛮有力的那一种 谢谢谢谢 因为就是有些人就是你看起来就是 他整个就是整个是很不想跳 很像幼稚园在台上 哈哈哈 就是被逼着要跳的 哎哎哎哎 那种感觉 对 可是我觉得 你看起来没有就是很有力的在跳舞的那种感觉 原来你真的都有在看 我有在看 哈哈哈 就会看哎你跳什么歌 这首歌我好像还好 哈哈哈 就看这首歌我还好 而且我发现如果是K-pop的歌 我就唯眉灵魂 哈哈哈 哦这这我还没看出来 可是应该都会跳K-pop吧 不一定 几乎 没有啦 那都是跳美 美 日本 一些新歌 应该很少跳日团的对不对 嗯 真的很少 因为日本好像都比较偏向可爱的那种 嗯 嗯 没关系 我继续努力 好 对然后因为刚好今天节目播出的这一天 我早上要去跑路跑 哦啊 哈哈哈 睽違了不知道多久的路跑比赛 哇几公里的 我这次不知道10公里的 半 没有啦 半半马 嗯 半马是21嘛 对 四分之一嘛 四分之一嘛 不到 哈哈哈 居然会选在生日这一天 去跑马拉松 对啊因为 就是一直想说好像要做点什么事情 但今年就没什么想法 然后就在他报名 要截止前不知道多久 他们就公布了一个消息 嗯 说今年我们的黄界国王要来当配素援 哦所以他会跟着你一起跑 我就看到我生日的日期 旁边有黄界的名字 我就觉得 就点下去了 对 因为我记得你以往你生日的时候你都会出去玩 出去玩 对 今天就没有特别的安排 今年就给黄界了 对 你有 哎你自己去吗 还是有朋友跟你一起去 应该会自己去 哦 不知道还还还没有确定 那你要跟黄界大喊说你今天生日吗 应该是不会 喊一下啦喊一下啦 我也不见得会 他一定要终于生日快乐啊 离他 多近啊 你是要近到在他耳边跟你跟他说 今天我生日 哎我今天生日 哈哈哈 他会吓死吧 我觉得 他一定会一点尴尬 我今天生日 哈什么 就是跑得很累的时候还要 最好是要跑在他旁边 哎你不觉得这样也很棒吗 这是很棒的艳遇 我要去戳他肩膀 就生日的时候 叫我生日 我今天生日可以做生日快乐吗 这样子 哎但我确实有一张小纸条 是他写给我生日快乐 真的哦为什么 就大学的时候 可能我同学去拍片 有遇到他还是干嘛 他就知道我生日快到了 就请他写一张纸条给我 留到现在 哇哈哈哈哈 你可以戴着那张去跟他认情 哦不要啦我怕弄丢了 也是啦跑路把刀都掉了 对啊 得不偿失 是的 而且我记得之前就是 朋友过生日的时候 我们就去吃饭 嗯 然后那间店很特别的是 他问我们说就是 呃你们要少油少盐吗 哈哈哈 然后我们想了一下 我们就嗯 没关系我们还不用 还不用 我们这个年纪 目前还不用做这件事情 十年后可能需要 他非常的贴心 问我们说要少油少咸吗 还是说要比较淡一点 嗯 没关系我们可能五十岁才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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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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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选非常的贴心啦 还有一些就是聚餐的时候 他不是会请你填你今天用餐的目的 对 有时候填了庆生 他们就会店员冲过来 哦对 我其实蛮害怕 哈哈哈哈 我会为尴尬 我们那次庆生也是 嗯 然后他就 他们就问 因为我拿蛋糕我就进去说 哎不好意思这可以帮我们叮吗 我们等一下要庆生 他说那又惊喜 要惊喜庆生吗 我说 没关系一般就是不用 不用特别 没关系 帮我们把蛋糕拿出来就好了 哈哈哈哈 还好先问 但但他还是有拿蛋糕出来 嗯嗯嗯嗯 然后他有问说 需要帮我们唱生日快乐歌吗 哎呦呦呦呦呦呦 我上次也是就是帮我朋友 庆生那一次 嗯 做布连的那一次 哦哦哦哦哦哦 然后我就看 眼眼看着那个店员 在我们面前把蛋糕拿出来 嗯嗯 然后在那边弄蜡烛 我一直看寿星 想说他到底有没有看到 到底有没有看到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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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是一个开放式的厨房 我想说也太明目张胆了 其实都看得到这样子 对啊 真的是 其实很可爱啦 对 其实现在很多店家都有提供 就是庆生的服务这样子 嗯北春家也有哦 除非看大家开心之外 最赞的是就是看到寿星尴尬的样子 真的 啊啊啊啊啊啊 谢谢谢谢谢谢 对 除非就要嘛就是 如果你不尴尬 尴尬就是其他人 啊对 你就是大声站起来 一起唱生日快乐歌这样子 生日快乐 祝我生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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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那样已经超赞 但我目前还没有看到 我我是 可能做不太到 希望你可以突破 哈哈哈哈哈哈 那北春家的那个 庆生也很可爱 是整间店都会 诶你干嘛 没有没有没有 整间店都会放那个 对 生日快乐歌 因为上次胖胖 我们帮胖胖庆生的时候 对 刚好我们坐地下室 对对对 然后突然间 就想起了那个音乐 对 然后他们就会拿蛋糕下来 有一个包厢感 对对 其实他们应该是日本人很重视 他们其实很重视生日 或者是圣诞节 嗯嗯嗯嗯嗯嗯嗯 他们这两个节日非常重视 对 所以不管是蛋蛋糕类 在这两个节日 其实都非常热门 对 还有那个装饰啊什么的 对啊对啊 而且我之前去北春家的时候 就是有遇到生日 其实他们都会做这种事情 哦哦哦哦哦哦哦 对就是他们可能会先 帮你把蛋糕冰好 嗯嗯 然后他拿出来的时候 他们会用自己的盘子 然后把蛋糕放在上面 然后帮你然后就端下去 就弄得好好的 对弄得好好的 对然后他会拿他们自己的盘子 然后就是呃如果有需要分的话 他有帮忙分切的 哦真的假的 对他有分切服务 但是因为你本人非常的会切 对我我可以自己切 好不需要别人帮忙 哈哈哈 自己的蛋糕自己切 对自己的蛋糕自己切 我这台自己的蛋糕自己做 哦 对 那个 兰德也是 对 哈哈哈 而且兰德那个是 好像是 因为他是 现在很多那种蛋糕烘焙房 DIY 的空间 对好像是你生日的时候去就免费 这样子 哦真的哦是免费 是免费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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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你也可以试试看 没关系 对 或是可以 别人生日的时候去试试看 對烘焙比較沒有那麼大的信心 但他們那邊蠻方便的 就是一個平板 然後你就照著上面的步驟 然後做這樣子 你決定我照著上面的步驟 可是我覺得蛋糕很難 因為蛋糕難的地方是 像假如說你要做海綿蛋糕 你需要加一點油下去 那油如果你弄太久的話 那個蛋糕會有油耗味 所以你可能會不太知道說 這個油加熱到什麼樣的程度 是剛好的 或者是OK的這樣子 對我就連自己在咖啡店打工的時候 我那個時候做了一個巧克力棉花糖蛋糕 油耗味小腫的 自己做出來自己吃了 不能就不能賣 好可怕 因為那個時候我們 那個時候店長剛好離職了 對然後我那時候想說 好嗎那我來試試看好了 就做做看 不行就不能賣 我還是只能乖乖做我的檸檬塔而已 那已經很厲害了 對現在沒有 因為我記得以前高中 也有加政客嘛 然後那時候就會要做 做鹹食跟番茄炒蛋還是什麼的 對對對對 然後另外一邊要去做烘焙 我就把我同學推去烘焙那邊 他說我不要靠近那邊 因為我覺得鹹的比較簡單的是 就是他的 起碼你會用手 對 而且 甜點做完之後 那個鍋碗瓢分真的非常多 因為他們不能把 就是他不能把東西混在一起 不能混 對就是你蛋白打發你要分開 然後你要慢慢分成加進去什麼的 但鹹的就是你全部裝在一起 丟進去炒一炒就好了 這就是我的風格 對 大雜混 因為我光是要在那邊撐那個幾克幾克 我就覺得 對 而且你只要有克數不對 你的蛋糕搞不好就發不起來 或者是他顏色會不好看 或者是味道會完全走樣 對 他沒有再跟你些許的糖 對 些許的奶油 少許 適量 適量的牛奶 沒有這麼隨意的 等一下問一下阿佑 對沒有這麼隨意的 想到阿佑 我覺得阿佑最近 都沒怎麼在發貼文 都太很多 貼文 他的便當 食物貼文真的 他的便當產出 偏少啦 偏少 對 人家畢竟剛結婚了 對 我還是希望可以忽悠 我還是希望可以看到 發便當的位置 好期待喔 很期待第三本書 我們在此跟他公開喊話一下 對 如果 結婚恭喜快樂 但是 該發的還是要發好不好 如果你有聽到 或者是 你朋友是阿佑的話 就是幫我們跟他們說 就是 加油 新婚 新婚愉快 星譚在23 But 也好 不過最近在那個 可不可 可以喝到 聯名的飲料 濃郁濃郁的 很可愛 這個包裝 真的很可愛 大家如果有興趣都可以去看看 好我們繼續回來 我們要回到 要回到哪裡 要回到生日還是回到 好那我們就繼續回到美國村 還沒還沒 好我們最後 Ved 剛就聊到美國村 我就再跟大家說 美國村要怎麼去 因為其他比較 偏向是 沖繩的中部 喔 原 궁博比較偏南部 美國村的中部 那是機場那裡嗎 對機場那一區 比較熱鬧的那一區 國際通啊那些都是在納巴 是的 那中部呢就是美國村 那偏北部的話呢 就是等一下會聊到的 就是水族館 嗯嗯嗯嗯嗯 對對對你還有去水族館 那如果你要去的話 開車的話 從納巴機場過去 差不多是40分鐘 嗯嗯 對那健身也差不多 那公車的話呢 就是你可能要轉車 嗯 然後搭一些 11號公車之類的 哈哈哈哈 現在還有人聽懂11號公車是什麼嗎 我聽 我聽不懂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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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之前上跳舞課的時候 老師會先講說 啊今天 就是這首歌是什麼什麼 然後那天他播了好像 啊他播了一些比較現代的歌 嗯 他說就現在年輕人流行的啊 有人聽過嗎 然後馬上說我聽過我聽過 哈哈哈哈 馬上不甘示弱 比如說一些比較老的歌 然後就會一片沉默 這首是 是什麼呢 但你心裡雖然很激動 可是你又要想 然後大家音樂一放 馬上開始 哈哈哈哈 其實大家都聽過啦 對 但年紀都一樣啦 是的 好好笑 所以美國村其實如果大家要去的話 它方式有很多 你可以開車坐計程車 公車也有 或是它官網上面也有一些 不管是接駁車的方式 哦有接駁嗎 對 你都可以都可以看看 對對對 你這次是不是有找到 在沖繩的寶可夢們 哦有 它就在美國村裡面 其實它有非常多 類似像是小小的告示牌 哦 對它就是一個皮卡丘的剪影 或捷尼龜的剪影 哦或腳印 對 然後還有那個牆壁上的繪畫 哦 有一些彩繪這樣子 好可愛 但沒有寶可夢中心 或是賣寶可夢的東西 它就只是彩繪而已 哦 對 所以其實大家就可以去拍拍照 是 其實蠻可愛的 我覺得很可愛 就是很像你走一走 欸發現這裡有皮卡丘欸 對 就是不知不覺 欸這邊有一隻 這邊有一隻這樣子 對 就是類似這樣子 我會覺得其實蠻可愛的 嗯 對 好 美國村就是以上 嗯 對 美國村對我來說 因為 好啦 我對美國村其實真的還好的原因 你一直重複還好 然後講最多就美國村 因為美國村真的比較大啊 美國村是因為大 我講最多是7-11的零食啊 哦 對 對齁 對 對啊 因為美國村的話 因為它真的是非常道地的 美國的 美式風景 所以景南邊也會看到 非常多的外國人在那邊 哦 對 那我因為我個人對美式的風格 我就是普普 還好 嗯 對 所以 大家可以斟酌看要不要去 美國村 就是 up to you啦 好的 所以這是第 這是第 四五六 四五六 第幾天 反正在 第二天 第二天 然後第三天去水族館 沒有 我們第二天晚上有去一個地方 去哪 我們第二天晚上去了木製市場 那是啥 木製市場呢 其實它是在國際通裡面 嗯 對 國際通裡面 它其實開設在1951年 然後它在2019年呢 有因為設備老舊 它重新的重建 然後再啟動這樣子 所以主打是海鮮嗎 對 它的一樓呢 其實就是一些筋肉店啊 海鮮 生鮮這樣子 嗯 其實你可以在二樓 一樓買海鮮 嗯 然後它 你要在那邊吃帶回家也可以 或者是它可以代客烹煮 哦 這很棒 對 它可以跟你有一些合作的二樓的食堂 就可以拿上去 所以你們有在這邊吃什麼嗎 有 我們在這邊吃了一個很特別叫 夜光貝 夜光貝 對 它就是一個非常大顆的貝類 其實那邊非常有名 它會幫你 它代客料理 它幫你做一半是生的 然後一半用蒜炒 哦 對 然後炒起來就很好吃 啊 會發光嗎 我沒有 它那個時候沒有停電 我看不出來 很執著在它的名字 你會覺得就是停電 然後把我捂起來 如果當下整個大停電 然後整個 它就沒掉 夜光貝都在亮的話 被沾亮 欸這樣還蠻漂亮的 你會覺得 店家會很困的好不好 我自己覺得蠻棒的 然後就是吃了一些 一樣像鮭魚啊 然後是生蠔 然後干貝這一類的 但因為你看得到 那它 他們那邊雖然寫實價 可是它的實價是會跟動的 它會寫 它會寫上去 因為現在的 今天的實價是多少 哦 對 它會寫上去 反正會飆啦 你不用再問說 今天實價多少 而且那邊非常多 假如說你是台灣人 或中國人 香港人去 它那邊有非常多 就是 中文的 對 它會直接跟你講 哦 對 就是 方便啦 方便 非常方便 這樣子 好的 對 我們就 可是那一天 它雖然營業到晚上九點 但是呢 建議早點去 因為那天我們七點半去 它的last order 最後點贊時間是八點 所以 其實很多店已經關了 嗯 所以如果要去木製市場的話呢 建議 因為它早上八點就開了 嗯 建議你可以中午去 或者是下午四五點的時候 或五六點的時候去 嗯 會比較好 因為選擇會比較多樣 對 不要太晚 人家也都準備要收攤了 對 那我們那天吃完木製市場呢 一樣 我們一樣去了 超商 去了超商 那一樣就是買剛剛介紹那些東西 就不另外再介紹啦 嗯 那接下來第三天的行程呢 我們去了美麗海的水族館 是的 美麗海呢 其實開車車程大概一個半小時 嗯 對 然後呢 因為現在的海豚館在整修 嗯 所以它只有外面的池子 有看到海豚的表演這樣子 哦 對啊 因為我想說我有看到你有錄海豚的表演 它的海豚館 就是 有點像介紹的館在整修 它旁邊的 但它還是會出來 對 表演的舞台式海豚 而且你可以餵食 真的哦 就是你可以去跟它買餵食票券 餵它什麼 某個時段的時候會讓你餵食 可能就是它們一些小魚肉啊 或什麼的 哦 對 然後就是開放時段讓你餵食 嗯 旁邊會有人員跟著 嗯 那它呢 其實 我覺得它的路線規劃 它有非常多區 不管像是 像一開始進去 像有海星啊 或是一些潮間帶的 呃 海洋生物 剛剛講的海鮮生物 海洋生物 然後或者是在比較淺一點的 海 海區 然後或者是深的 或是在深 在更深海的 嗯 對 其實然後還有非常大 像它們有那個金沙 嗯 對 就是很可愛的金沙 嗯 然後它們也有在那邊 悠悠自在 水族館就那樣啦 水族館 那我真的都覺得 每次去水族館 都心裡獲得一個很大的瓶頸 哦 對 就覺得它 整個 就是從落地的嘛 對 然後它在裡面 這樣緩緩的油啊 油來油去的 對對對 我覺得就是 很療癒 很舒服 對 然後 很 很放鬆 但 因為我上次去那個 X Park 嗯 就逛完之後 新滿一組出來 然後不就會先經過一個 那個紀念品 的地方嗎 對對對 然後又有可愛的娃娃欸 可愛的吊飾欸 然後轉頭一看 魚乾 嗯 哦 哦 鱷魚片 哦 居然會賣這種東西 哦 我覺得有點 微地獄 我覺得蠻地獄的 是不是 可是我覺得 就是 美麗海水族館的 他們的周邊 其實非常可愛 嗯 他們有賣那種小小的玩偶啊 然後他們也有的 烘魚也很可愛 嗯嗯嗯嗯嗯嗯 超級可愛的 烘魚超級可愛的啊 而且要買一個很可愛的 它是餅乾 哦 有點像那個 這個 這個叫什麼 那種糖罐 罐子 它不是糖果 不是嗎 它這個是法蘭蘇 哦 真的假 對 因為它一組是三個 然後都有不同的花紋 然後我自己留給自己的是 外面是一個金沙的 嗯 樣子 很漂亮欸 很漂亮很大 對 對 它大概就是 一份一份的 哦 而且包裝也很可愛 一份大概是兩片 哦 你可以打開試試看 圓圓法蘭蘇 對 因為你會誤以為是糖果 沒有 它是餅乾 它就很像 這個到底要怎麼講啊 那種打開 然後我不知道 圓形的罐子 對圓形的 邊邊的罐子 大家應該知道我要說什麼 對對對 就日本很常會出現的罐子 它很漂亮欸 對 但我不知道是 我不知道它特別是什麼口味 我看看 好像 有 因為它一包裡面是三個夾心 哦 三個夾心 乍看 夾心的顏色 好像是有不同口味哦 哦 我拿這個白色 你中間那個是不是有個粉紅色 哦 好像是哦 感覺應該是草莓 然後 還有一個是巧克力的 嗯 這是白蘭酥哦 嗯 這是草莓 嗯 我覺得日本就是很會賣包裝 真的 呵呵呵呵 就是裡面的東西吃起來其實沒有什麼不一樣 其實都一樣 對 可是我覺得很不錯的是因為它 它 很浪費資源 所以它都會變成小包裝小包裝的 又好有壞啊 對我們來說就是我不想一次吃那麼多的 就可以拿小包出來 嗯 這真的 可是對於 呃 製造垃圾這一塊其實也製造蠻多的 嗯 所以真的還是從材質啊回收去考量 嗯 人真的好難哦 對 人真的好難哦 哈哈哈哈 但好好吃哦 哈哈哈 對不對 我也蠻喜歡這種薄的餅乾 因為像我們上禮拜那個Oreo 我也蠻喜歡薄片的Oreo 可是它口味我就覺得還好 嗯 口味 嗯 沒有找到 原本以為會出現的東西 對 好 我們再繼續吃法蘭薯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進個廣告 待會繼續回來 飛碟 有完沒完 我是胖小子 我是說齁 歡迎到廣告之後繼續回來 飛碟 有完沒完 我是胖小子 我是說齁 我還有一個巧克力的來不及吃 是什麼 巧克力口味的 哦哦哦哦 法蘭薯 對法蘭薯 他們其實蠻甜的 欸但其實我還有 我還有一個好吃的東西 什麼 我先給你看好了 你等一下再吃 我覺得人就是要交一個這樣的朋友 這個其實是我之前 我之前在高知買的 我之前不是去高知嗎 對 它其實是 因為我其實在前幾天 才把它打開來 這是吃的哦 對 它是三盆糖 什麼是三盆糖 它其實是質地非常 你想清楚會化掉的那種糖果 對 我覺得很好吃 嗯 但你要現在吃嗎 我覺得你會卡的卡到爆 那待會再吃好了 等一下再吃 對 罐子很漂亮耶 對這也是我買給自己的 只是因為我一直沒打開來 我想說那不如就這一次 我就全部帶來 然後放在公司裡面 然後就是沒事就打開吃 打開吃 打開吃 真的心滿意足 對 好 然後呢 我們去完了 就是 美麗海水族館之後 嗯 其實我們下午 我們回去的路上 嗯 我們還是 又去了一次 木製市場 哦 隔天再去一次 隔天再去一次 因為我們那一次 其實並沒有吃到 很多好吃的 真的哦 對 然後這一次又再去吃了一次 所以這次還有吃到什麼勒 吃到什麼呢 我想一下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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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到了一個 怎麼講呢 呃 算了吃海鮮吃海鮮 什麼啦 我有點 我有點難形容 什麼 我有點忘 反正也是一種貝類 嗯 也是一種貝類這樣子 然後他把它做成像是 蒜蓉 然後粉絲的樣子 哦 然後那個非常的Q 非常的軟Q 這樣子 哦 對就是這個 但我忘記它叫什麼名字 好的好的 對 我現在一時也查不到 那個叫什麼 這有點難打關鍵字 這有點難打關鍵字 蒜蓉 貝類 日本 沖繩 木製市場 QQ 可能就會出來 好的好的 對 然後晚上呢 其實我們到了一家 這一家叫做 メキキの金字 對 它的中文其實就是 牧利 然後銀刺 牧利 牧利 キの銀刺 嗯 對 是賣什麼的 它是 聚酒屋 哦 對 這個名字真的是看不懂 對 聚酒屋非常厲害 它的外觀呢 其實就是有一個 非常大的酒桶 嗯 然後上面寫著銀 銀色的銀 嗯 金銀的銀這樣子 嗯 它的外觀看起來真的是非常漂亮 嗯 我找給你看那個照片 然後就是 很好拍照 可是那天其實是下雨 但我們就是還是在外面拍照 它就是長這樣子 一個非常大間 哦 我有看到這個 對 這一間其實在日本沖繩非常有名 那如果你要吃的話 其實可以先定位 嗯嗯嗯 對 人多嗎 人 我們那天其實是禮拜一 晚上八點半的位置 哦 所以其實到後面 其實大概只剩我們這一組的客人 嗯 對 然後它其實現在已經變成 線上點餐了 嗯 方便 你可以就是點餐 然後那一天呢 不然 對 你可以直接點餐這樣子 然後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那天點了 我那天點了牛舌 嗯 對它就是給你一個小的瓦斯爐 然後上面鐵板 哦自己烤嗎 自己烤 哦 我就是 我終於在日本吃到了燒肉 哦對 你們這一趟 我從去年那一趟 我就沒吃到 真的哦 我去年不是也是4月多的時候 去了8天嗎 嗯 那一趟也沒吃到 沒吃燒肉 那一趟沒有 怎麼可能 對那一趟沒有吃 然後我終於在日本吃到了燒肉 我覺得好爽 牛舌怎麼樣 對 但它的牛舌是薄的 有點小可惜 它不是厚的 嗯 對 可能自己烤它不太敢給你厚的 嗯 然後它有一個非常特別 它是榨母 它有一個榨母粒 嗯 可是它的醬汁呢 是用海膽跟蛋黃 去配的 這聽起來就超好吃 對 然後就淋上去 那個醬好好吃 然後它的鐵巴撒基 就是 手 鮮 羽 欸 手羽� 手羽� 手羽鮮 手羽鮮 雞翅 雞翅 非常好吃 嗯 它的那個胡椒醬 然後加上它們的麻油 嗯 淋上去 嗯 然後它下面墊著高麗菜 喔喔喔喔喔喔 高麗菜片 嗯 也很好吃 高麗菜片喔 不是絲喔 它不是用絲 它是一塊一塊的高麗菜 好特別 因為你沒有 因為你沒有去 因為你去 你去 雞 貴族 鳥貴族 鳥貴族 鳥貴族的時候 你沒有吃高麗菜對不對 沒有 它們就是有一塊塊高麗菜 喔真的 鋪在下面 它不是切人事 就是一塊塊 切塊的那種 就像家裡人要炒高麗菜 不是切塊嗎 嗯 就是那個樣子 嗯 可是它淋上了麻油 然後跟胡椒 喔喔喔喔喔 好好吃 好好吃 好香 它還有一個牛雜煮 牛大腸的雜煮 我覺得那個配酒好棒喔 好好吃 然後它還有一個是馬鈴薯 然後有點像起司馬鈴薯 它中間是銀烏賊 然後它就是上去之後 直接拿 直接用炙燒的方式 旁邊再烤 然後就是會有起司化掉 然後就可以拿起來吃 然後有美乃滋的香味 跟馬鈴薯的香氣 還有中間銀烏賊的口感 超讚 各位朋友 你聽得出來美國醇 可以配的照片嗎 喔美國 就美國啊 就美國醇啊 啊你整個銀烏賊啊 對啊 真的是很好吃 你的落差 你看 然後我們還吃了那個 生雞肝 上面那個嗎 對那個雞肝 雞肝就是粉粉的 其實你就覺得 你在吃鵝肝醬一樣的感覺 但它沾了生蛋黃 因為那生蛋黃裡面 還有一點麻油 好生喔這道菜 可是吃起來很香 真的喔 很好吃 你不會覺得不舒服 或一絲絲的腥味這樣子 我沒有吃過生的雞肝 因為通常不都是烤還是怎樣 其實如果你弄鵝肝 其實你把它想成鵝肝醬的話 其實我覺得是就是鵝肝醬的那種樣子 對然後它還有這個就是 呃它切成薯條狀塊狀的山藥 嗯上面那一球是什麼 上面那一球是 我記得是芥末 就芥末章魚的那種 喔下面用山藥 對然後你看到你看到的這一個 這個就是炸生蠔 喔欸 它四塊 你說那個醬就是 對就是海膽 海膽跟蛋黃合在一起的醬 喔天啊 對 我的最愛 然後它就是現場在旁邊 就是燒給你看 我看看 它就是用噴槍 然後炙燒那個馬鈴薯 然後上面的美乃滋那些的 會有點嬌嬌的 對 流口水了 就會變得超好吃 吞在口水 是不是 然後帶了一些生魚片啊 我最後點了一份炸豬排 欸 好特別 而且它那個醬怎麼那麼黑啊 它的醬雖然黑 可是我覺得它的醬蠻香的 它比較像是味噌醬 它是說 它特別是說是名古屋的沾醬 那一定是 如果你在台灣 想要吃到類似的東西的話 可以推薦一家 在中山站附近 在雙聯中山站附近 這家叫做名古屋台所 它在錦州街上面 其實我覺得吃起來跟它差不多 但名古屋台所比較偏鹹一點點 但名古屋台所的漢堡排 非常的好吃 對 然後上面有一顆就是 半熟的荷包蛋 對 如果你吃不到碗肉頭米的話 其實 而且我發現現在大家 因為吃不到碗肉頭米 所以呢 大家就會發覺 對 更多其他家漢堡排的店 對 其實也都非常厲害 我覺得非常棒 對 然後我們吃完這個呢 我們就去 就開始在附近晃晃晃晃晃晃 走一走這樣子 對 然後一樣呢 就晃到了7000去 我這天晚上就自己吃掉了一個 提拉米蘇跟一個 那個 焦糖 烤布雷冰淇淋 天哪 好爽快 好好喔 而且 我那天講到漢堡排 我那天去超商 也有吃了一個漢堡排 漢堡排的便當 哦 對漢堡排的便當 我還沒有吃過日本超商的便當 他的便當其實 因為他那個樣子很像 超商賣的咖哩飯 他不是有兩層嗎 對 要把那個醬倒到飯上面 對他就是微波好之後 然後倒在飯上面這樣吃 對 我查一下 那個真的 那真的蠻好吃的 他的漢堡排長這樣子 欸 看起來不像超商感 對看起來不像超商的感 那漢堡排非常大塊 你如果拿回家 然後裝到盤子裡面就 對啊 他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餐廳料理 只是他的紅蘿蔔 真的非常不好吃 太深了 哦 就比較硬 比較深一點 但他旁邊還有一小球的馬鈴薯泥 哦 然後還有一小球的 那個洋蔥炒玉米 哦 對 所以這樣搭配起來呢 然後再看他的醬汁 因為他的這個漢堡排 本人看起來是有那個 焦香焦香的感覺 有有 他的上面有點焦香焦香的味道 很強欸 對 微波便當可以做成這樣 對 真的很厲害 厲害厲害 可是這一次我去沖繩 我就沒有吃炸雞 我沒有特別去吃Lawson 或是全家的炸雞 想試試看別的 對 發現了很多好吃的東西 沒錯 然後第三天就這樣結束了 那第四天呢 早上我們就退房了 然後中午呢 我們就去了 早上中午 我們就一樣去國際通晃一晃 就吃了剛剛有介紹的 JEF的 那個漢堡 苦瓜漢堡 苦瓜漢堡 對 然後就逛逛國際通 然後下午我們就坐飛機就回來了 嗯 對 那天泡泡又說回台北了 對 然後就對阿 就剛剛 剛剛有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們就是回城的時候去沖繩機場 就拿買了這個 這個賴屋內海的 伊卡丁 伊卡丁 伊卡丁真的很好吃 推推 而且啊 沖繩還有一個很厲害的 卡魯比 卡魯比 他有卡魯比的專賣店 嗯 卡魯比的專賣店呢 他那邊有賣 現炸的薯條 現炸的 現炸的 非常好吃 怎麼那麼酷 然後我這邊呢 其實也買了幾款 他的包裝超可愛欸 很可愛 他就是單包裝 然後很可愛 他有其他不同口味這樣子 嗯 我這邊目前有買了五種 這個是玉子燒 對 Sauce 麻油 欸他應該是 對還有那個 美乃滋 然後這個的話是 野菜 野菜 然後 Tako Rice 那個 塔可飯 對塔可飯 然後 雞翅 鐵巴薩 然後這個的話 就是 明太子 明太子 喔好可愛 明太子在照鏡子 我覺得我們應該 不太可能 全部把它打開來吃 不用不用 但是包裝好可愛喔 你又特別想吃哪種口味 嘿 嘿 Tamago Yaki 好 我無法想像 Tamago Yaki的 味道嗎 會是怎麼意思 嘿嘿 欸不是啊 Tako Yaki 喔Tako Yaki 喔那 張玉燒 換一個 張玉燒的話 我想想 嗯 那那個 Tapasaki Tapasaki 好 然後 童文姐那天 吃了Tako Rice 她覺得 她就 她說是 一帶一肉醬 對 肉醬麵的味道 對 那那應該就還好 欸 那吃吃看好了 好 因為她是寫 沖繩土產 喔 對 那我們就把這兩個打開來看看 喔對 她每一個 的那個 對 地名不一樣 然後像剛剛拿到的那個Tapasaki 雞翅它就是 東海 一個長頸鹿在跳舞 然後 手上拿著雞翅 好可愛喔 其實 你拿哪一個Tako Rice 對 欸 很香 這個味道 就是義大利肉醬 對啊 對 感覺就是從廚房端出來的味道 對啊 對啊 其實很香 嗯 嗯 難怪那天我都還沒到公司 她已經吃完了 很帥氣 它的口感其實跟 一般的 卡魯比的口感不太一樣 對啊 因為一般的卡魯比其實是方的 對 比較粗一點 對 然後這是圓的 然後這是圓的 對 圓圓 圓圓 細床型的 嗯 嗯 啊 然後這次我還買了一盒的 檸檬口味的 也是萊塢內亞檸檬口味的 好好吃我放在家裡 什麼 也是一樣是卡魯比 哦 有聞到什麼味道 沒有 我覺得 Tapasaki 的味道 好像 很難 呈現 聞不太出來 也吃不太出來 也吃不太出來 欸真的沒味道欸 我剛剛懷疑了一下我自己 有啦有啦 後面 可是它出來的這個味道 我有點 不認識 我去吃那個居酒屋的味道 大概是這個重50倍 就一無一端上來 那個 那個其實我們點了兩次 哦真的 真的很好吃 所以卡魯比先 擅自幫我們燒油燒鹽 哦對對對 先幫我們調整口味 對 但必須要說它的口感還是好吃啊 嗯 而且在卡魯比外面有個廣場 嗯 那邊有非常多的鴿子 哦 所以其實 我們那個時候就有拿 就是炸好的卡魯比 嗯 餵那些鴿子 他們可以吃這個嗎 應該可以吧 哦你說現炸的 現炸的現炸的 我們不是給它這種的 哦 就是軟軟的這樣子 馬鈴薯本人 對但其實我們都有注意說 如果它沒有吃的話 我們就把它撿起來 我們就是垃圾不落地這樣子 嗯 但應該是可能沒有 不會沒有吃 他們就全部 衝上去 哦現炸出來的耶 對 很香欸 很香如果我是鴿子的話 我一定去搶 我一定搶爆 好不好 從起人生之後 我就會去吃了 哦我就變鴿子了 哈哈哈 現在真的想到鴿子 就會想到這個 而且有些鴿子超兇的 哦真的 就是它就比較靠近我們 然後如果有其他鴿子要過來 它就灼其他鴿子 哈哈哈哈 跟那樣的路差不多 對它就會去攻擊別人這樣子 真的 對 好了以上呢就是這一次我去日本的 我去沖繩 沖繩有完沒完 有完沒完的部分 嗯 那大概就是這樣子 哈哈 對 對啦沖繩其實蠻好玩的 因為就是海島國家 如果你喜歡海 我喜歡 我覺得我會喜歡 美國文化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去看看 嗯 對但因為這兩項我都還好 但主要出去好玩 就是跟朋友出去玩 對呀 然後我前幾天還剪了一支影片出來 我有看到你竟然剪影片 你知道這些素材都是 我朋友發IG他們的 但你竟然都不是我拍的 都不是我拍的 把它剪起來耶耶 全部都 然後那天我還問Kiki說 就是Kiki 你都哪個緊急軟體剪 這樣子 對然後我就剪出來 然後配上楊文學的Modeland World 這首歌 嗯 我覺得好適合喔 因為其實我這一次出去 我本來就很想要 拍一些影片 然後剪起來這樣子 真的喔 對就是短短的 新挑戰 對但這一次呢 我就想說都沒有拍 但朋友拍了很多線動 有線成的耶 那我就把線動 全部拿來用好了 對 其實好像現在IG 也有一個功能 就是把它串起來 嗯我知道 對 但我本來想說 還有想說有更多的功能 就是照片可以放上去啊 幹嘛的 但我就是不想進電腦 我覺得進電腦的工程又太大了 對 想說 會給自己莫大壓力 有點太大的壓力了 我就選擇說 算了我就輕鬆 就是簡單剪 嗯 然後就不知不覺 就是把它就是剪出來 我覺得這個影片就是事後 日後啦 過一陣子 你再回來看就會 又回想起 當初大家一起出去玩的感覺 對 我就是希望這種感覺 最棒了 所以才把它就是想說 那就把它剪出來這樣子 對好我們再來聽一首歌 這首歌呢 是來自於 也是一樣沖繩樂團 他們叫做Begin 這首歌叫做 海的聲音 聽完這首歌之後休息一下 待會繼續回來 飛碟 有完沒完 我是胖小子 我們坐好 兩位 會不會 是成功 大家 更更機會 會不會 是二位 兩位 三位 兩位 第二位 是兵 多許 閉じれば聞こえてくる 君のコロコロした笑い声 声に出せば 届きそうで 今日も歌ってる 海の声にのせて 空の声が聞きたくて 風の声に耳すませ 海の声が知りたくて 君の声を探してる 海の中に 浮かんでは消える 子供のように 無邪気な笑い顔 たとえ僕が おじいさんになっても ここで歌ってる 君だけを想って 海の声よ 風の声よ 空の声よ 太陽の声よ 川の声よ 山の声よ 僕の声を乗せて行け 海の声が知りたくて 君の声を探してる 海の声を探していく 海の声が知りた 海の声も angustいて 海の声が知りた 海の声もグ you 海の声を探している 本週大事 不要 不要 雨多田要來了 這一首是收入在他第一 我記得這是他第一張精選集 Science Fiction 這張精選集剛好也是他這次演唱會的名字 那即將要賣票了 在4月15號禮拜一的早上10點 忘記忘記忘記 到不知道什麼時候 我不要告訴你不告訴你喔 到4月17號禮拜三的晚上7點 這個是因為他們這一次有分兩種 一個是抽票一個是一般販售這樣子 一般販售的時間是在4月28號禮拜天中午12點 大家趕快出去玩 下禮拜一早上記得 不要記得 記得老闆盯緊一點 不准讓員工用電腦 大家不要跟我們搶 拜託 這一次的活動是在8月10號跟8月11號 台北小巨蛋 我覺得這個票價也是有點懸殊啦 我算是蠻驚訝的 他們價差大概 他們一個差距大概差到3000塊 嚇到 對 好 那就希望大家不要跟我們搶 那這一首呢 是Automatic 這個是2024MIX的版本 是 君とパラダイツにいるみたい キラキラ回し吹いて 目をつぶるこすぐ I feel so good It's automatic Oh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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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曖昧な態度がまだ不安にさせるから こんなに折れてることはもう少し i miss ni shite oku yo yasa shi sa ga zura katta hi mo its mo hondon no koto wo i te kureta hito ni shanake nai rainy day yubi wa o sawareba gora ne sun will shine it's automatic soba ni iru dake da karada yun ga atzuku na te kuru haru haru ga gansai gansai deki na ni i just can't tell it's automatic akusa shite miro to 映るcomputer screen no naka chika chika shite i know wate de miro to i feel so i feel so it's automatic soba ni iru dake de i toshi nante wama wana nai i know i know is i know i know 很少很少在他臉上看到的表情 我的十元好久沒有出現在 你的十元 好久沒有出現在電視劇裡面 而且原來我要 他這次先演的大學生 他跟十元從美 然後歸里和也 田中美那時 不是佐藤健 不是歸里和也 我覺得有點那個髮型 跟那個臉型 跟那個眼睛 有一點像 我覺得眼神 對 然後他們 這是演了一個 跨越了20年時光的懸疑 加上愛情故事 學醫家愛情 所以從他小時候發生的事件 然後到中間他們 就是大學認識了 是一群說好要永遠當朋友 結果後來又發生一些 不知道到底是怎樣的故事 怎麼是這麼糾結的片 不能給我一點輕鬆的嗎 他第一集就開場 是有點倒序 就是十元從美這角色 他已經當上了檢察官 然後他其實是因為 他小時候家裡的事情 他就立志要當檢察官 但是他求學的過程 可能一直都覺得很低調啊 自己很邊緣啊 然後沒有想到 在大學的時候認識了 歸離和也啊 田中美男子他們一群人 然後就有點變成死黨 到處一起出去玩啊 一起翹課啊 什麼的 然後說我們要當永遠的朋友 但是在這個group裡面 裡面就是有男有女 然後就會有一些 火花有男有女有火花 有火花就會有嫉妒之類的 愛恨情仇 交織在一起 田中美男子演得超級好 他這次演了一個就是讓人真的有點討厭的女生 真的假的沒關係 他就真的很漂亮你知道嗎 然後就感覺真的是背後好多故事 因為一直有一個伏筆是他們好像以前是有什麼關係的 你們不能在一起 他就跟那個郭里和也說 你不可以跟十元聰明在一起 你們怎樣 然後那個郭里和也就說 你不要再說了 所以到現在觀眾還是捕薩了啥 感覺就是有一點點埋藏在後面的秘密還沒有出來 對 但必須要說真的 這群人的演織都很高 很高 這部片叫什麼 叫Destiny命運交會 命運交會 是的 是在Netflix上面 在Netflix上面 是的 目前很少見耶 對 更新的第一集 而且更播的會在Netflix上面 因為其實有點少見 蠻難得的 而且是日劇的話 而且這也是十元聰明 他生寶寶之後 回回三年再度演連續劇 喔 我完全看不出來他已經當媽媽了 對 完全忘記他之前懷孕 然後生下來這件事情了 對啊 因為他真的是好娃娃臉喔 保養太好了 太好了 顏值高 然後又有懸疑 又有感情戲在裡面 大家這一集應該會看的蠻過癮的 真不愧是我的十元聰明 好的好的 好下一步 哈哈哈哈哈哈 另外呢 我那天在KKTV的首頁一看到就 趕快點進去 是什麼 騎巧計程車 喔 它的真人版日劇登場 但是這個跟當初 我們一開始看的那個原創動畫 又有點不一樣 它這個是Root的版本 ROOT 它有點像 也不算前傳 等於是 因為原本的騎巧計程車 主角是那個計程車司機 小霧川 對 但是這一次的ROOT是在旁邊 另外的那個偵探事務所的兩個職員 觀察這個司機 然後再加上那個女高中生失蹤的那個案件 同時發生 等於上面又有個旁觀者的角度來看這件事情 對 算是當初騎巧計程車的衍生漫畫 然後漫畫又改編成的真人日劇 然後這次的主演呢是和和優實 就是上一季的極度不妥當中 表現非常亮眼的這個女學生 小女孩的這個角色 他這次獨挑大梁 然後跟那個板東龍泰 板東龍泰就是昨日的美食 裡面那個小廢物男友 就是那個 那個美髮師的那個同事 他不是莫名其妙把人家女生甩了 還是幹嘛的 但他很會煮飯 很會煮飯那一個 原來是他 對 他這次跟他一起雙主演 是的 然後這次在KKTV每週三會更新 目前已經上架兩集 而且一季二十幾分鐘而已 會短短的 所以我那天一看很興奮趕快點開來看 所以目前也是跟播中 跟播中 每週三會更新 每週三更新 是的 是的 這樣大家都可以去看看 而且我覺得 因為一開始 我們這麼喜歡的這種動畫漫畫 改編成真人版 其實會有點怕怕的 有點怕會改成怎麼樣 就跟你看就是有一點 有點壞掉的 很多啦 不要 沒關係 柏迪柯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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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類的 會有點怕怕 有點小可惜啦 對對對 但我目前看了兩集我覺得還不錯 我覺得就是你要從另外視角來看這個東西的話 還有他整體的那個氛圈 還有他整體的那個氛圍 我覺得那個色調啊什麼拍的蠻有電影感的 然後不會有那種 因為畢竟原本的騎巧計程車那些人物都是一些動物啊 對 但是突然變成真人了 完全不尷尬 完全不奇怪 對 也有可能一部分是他原作的那個劇情其實也蠻寫實的 對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的改編算是目前為止的發展還蠻無違和的啦 是的 以上呢就是兩部Destiny Destiny命運交會還有騎巧計程車ROOT ROOT 推薦給大家 是的 好的 今天時間也差不多到這邊了 最後呢要送上這一首由壽星點播的皇界的少女 新送給我們的少女 耶 喔 生日快樂 謝謝大家 也歡迎大家到IG搜尋WHO 031 031 然後祝大家生日快樂 謝謝大家囉 然後按讚分享訂閱開啟小鈴鐺 祝大家生日快樂 然後分享給你每個朋友 如此害羞 沒錯 那我們就下禮拜天晚上6點到8點鐘 我們準時再會 這裡是飛碟有完沒完 拜拜 胖小子 我好 拜拜 拜拜 看看裡面什麼都沒有 海邊吹著風浪花一朵朵 我的好朋友來聽我說 夢拍腳踏車打開谷口美波 像孩子一樣一路想喝喝 又沒發現到 昨天的煩惱 早就都忘掉 那是什麼 城市裡的秘密 保持著少女心 和帶著去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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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人的身 是自由世界 每個地方說著他的語言 那到了這邊沒有什麼猜對 聽不懂不所謂 反正我很緊接 不知道就說謝謝 海邊吹著風浪花一朵朵 我的好朋友來聽我說 夢拍腳踏車打開谷口美波 像孩子一樣一路想喝喝 又沒發現到昨天的煩惱 早就都忘掉 那是什麼 城市裡的秘密 保持著少女心 拉拉拉 帶著去旅行 保持著保持著保持著少女心 白著 白著 搭著去旅行 保持著 保持著 保持著少女心 白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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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著 全力行 ekspert trust 您 愛 這 第 領 反正 一直 梁 眼 眼 說 感谢观看